好,今天我們來看這池的作業 字型上是不錯,很像,但是踢盾 記住,踢盾不明顯 該輕該重的變化度,感覺起來比較不夠 這樣看起來就是,只是一個骨架而已 直覺啦,我都看整體,我們來看 這次是,八個字 你看這裡,踢盾,現在輕重,要誇張一點 這,要小心 輕,擠 這厚度,圓潤感要做出來 你看,輕,擠 這推的動作要做出來 流暢,輕重 同時都要小心提 提頓,要小心 這個回去,勾起來,切 這樣輕輕的,銳利的感覺要做 把音攤 覺得,偏大了 銳利度 這是一筆下來,把它分兩筆 把音攤起來了 滑過來 滑過來 這個,Ready Do 我說這個 小心滑的感覺 這樣吹 這一定要做練習 這是為了要寫書的 很重要的一個方法 未必都是要這樣 但是這個 這是一個蠻常用到的 技巧啊 滑來滑去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延續感 這樣解字才會連貫 記住喔,一筆橫畫 太硬了 它這 形書的味道非常的重 好 你現在把它當作 完全是 凱書那種感覺 一筆畫是斷掉的 我記住,這之間的體頓 裝飾 都還是在 所以我們選擇 這都是從王熙治來的啦 所以就沒有什麼 太硬了,太硬了 這都是從王熙治來的 都缺乏體頓 你看喔,中心性的 是胖的 圓潤的 有那種 協調性 柔軟的感覺 像這個 輕重 輕 沒有齁 你是輕到重而已 蟹爪的味道 混到 混到 好,切 好,切 切 我快要做 這就是 這個 蟹爪 要做 黏絮 倒 这些有点松掉了 重新来 言论 从那个胖胖的感觉 这叫 专有的名字 类似颜真卿的一种味道 应该说颜真卿学它 记住这种用笔的感觉不够 你现在字型上越来越像 用笔还要再注意 这个圣胶学很快的带 大部分你现在缺乏的还是一样 跟刚刚真正在碰到新书 那种感觉看起来 一看就连贯性不够 字跟字的那种协调性 单线条跟线条的一个连贯性 还是不够 好 没关系 这 这当然要这样子 每次提醒 然后没有那么快 能够改善了 然后那么快的 然后放大一点 但是今天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怎么让自己的手连贯稳定 这很多细节 你就多多体会了 就一定要去多多体会思考 怎么去改进 这当然下动脑筋而不是这写的动作而已 所以写这种1比1的 如果能够连贯的话会很觉得写起来会很舒服 因为就是在这一寸之间的字 其实是原本写字的一个习惯 中国人 书信就是这样 所以写起来呢 如果能顺手会很舒服的 所以你要注意我在展示的这种灵贯性 除了自行轻重转折 每一个地方都很重要 记住哦 要调呼吸 节奏感 有点音乐性 知 重金之鬼竹 知 小心 这芸滑的味道 这里要转 这里要转 如果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这是这样子带过去 勾上去的 不会从这里比划 不会 绝对不会 这样带上去 刚好回到 这样 它是磕本啦 有些没有交代的很清楚 甚至有些是 一个字是集的 集集它不如手来的 所以会觉得很怪 那我们尽量 把它合理化 使用笔的 使用笔的精致感 也 注意看的话 这些 跟你的用笔的 連关性 跳起来 中 折 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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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这里应该是有点 破损 不要写那么重 不合理 那其他要注意 整体的感觉 没有速度感轻重 线条的连续性 再多注意 肉款 也是一样的问题 要注意 连续性不是很够 好 我们来看还有 几个 记住这是基本 基本的 好 我最近 结构的问题 也是存在 我最近都会叫几位同学 开始写 练那个硬笔 硬笔就是你去 找 国小那个生字簿 大概 1.5公分到2公分那种的 我不知道是小材小式的 一格一格 然后来写我 最近写的那种小凯 毛笔字 当然我的毛笔字是更小 你把它放大用硬笔 大量的练 这是练字型 刚好跟你现在 这个 写的大字是有相关的 因为你们写字实在太少了 这样子 字型上的 美感不够 可能是以前都没有在注意 这是要非常大量 而且长期的书写的习惯 我是从小就有在注意写字 所以呢 你现在要补齐这一段过去 就是要能够 大量的写 写生殖部 记住了 就是你可以写我最近的 什么书 书士文学什么都可以 一本一本的写 大量的自己写 那写完一本再寄给我 然后我在 每一次一本我就当做一次 作业来改 这样子 不会从 不会从头每个字 就挑一下 定证 然后再寄回去给你 好 有点 轻重 还是一样跟刚刚很像 提顿不够 字可以再稍微 长一点点 记住 提顿不够 字会被你写的 变成一平板化 没有轻重 尺必非法 字可以大一点 我们说过大概 八分满 但是你这样写 不到 那有些字笔画多 当然要写多一点 像你右边的 心 几乎没有什么轻重 看起来从头到尾 每个笔画都粗细一样 哇 实力非法 我 没有 有点 我 有点 那 是啊